从不死鸟之门遗迹出来之后 君にどう伝えようか考えてた 俺は自分が火のドミナントだと分かってからも その事実から逃げ続けていた だけどここへ来て ようやく受け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たよ フェニックスゲートを焼き尽くし 我被殺了火的召喚獸 那是我 Clyb 不,我只有你 你和大家的生命 我必須负责 我必須负责 但我想知道 我可以自分的 我希望把火的召喚獸 何故要把我英雄 我希望自己把我的呈的 我希望可以自分的 我希望自己生命 我都想找到他 我都想找到你 我都想找到他 你不相信我 我都想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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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招待 你能有勇者 很快 你很強 你都很努力 你一直都要努力 你少想看一看 你不必要 我以前是不改的 不,我只是改的 我以前是不改的 我真的可以承受 但是 克莱夫已经知道自己就是火之显化者 而这个马骨瑞斯到底是谁呢 我认识的 谁呢 谁呢 这些事情 我认识的 王尔兔的使用 是 是 是 我以為是一名的手法 我以為我會被拒絕過 我會被拒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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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被拒絕到 我會殺到一匹 我會被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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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繼續 哼 她打尽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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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哥曾经就出现过 他是泰坦的显化者 他知道了他的相好的 贝尼迪塔的死讯 也就是风之显化者 而贝尼迪塔的能力 现在正在我们的主角 克莱夫身上 而此时正是激活了 召唤兽伊夫利特之力 大家理解为可以魔化 现阶段的目的地前往东池村 那边有很多的老乡史 原本故土上的人民和故人 二人前往不死鸟之门遗迹的时候 走的就是这条路 现在呢 走回去 托迦尔好像发现了什么 这些人 怎么办 这些人 这些人 怎么办 这些人 这些人 孙子正在被进攻 大批量的桑布雷克军团 左上角的两个槽是极限爆发计量表 攻击和击杀敌人可以增加左上角的极限爆发 击杀敌人数量很多 等敌人扎堆 接下来就是要先把东四村的这些敌人清理掉 继续前进 大批的敌兵 大约两分钟的杂兵战之后 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 减赌的探索 把神 generation起源冥 goes无 운동 进攻后可以 randomized战指蛋 攀成人生他们的利润 比江村伯 worked 公共核20就大概攻击 放撼空和数 circuit expanding战指 竹中 看你能 Check 参与と行 我可以攻击他 倒了 扨 托徒 托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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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撒崩了 要跑 啊啊 魔寶渴室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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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上 你 糟糕 遅了 来 暗 东石村 被图村了 那是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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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承受 那些人 都能承受 那些人 那些人 schaffen 那些人 那些人 委員 那些人 那些人 雅 我不是这样做的事 我会不会有这样的事 我会是我们的 Gabu 你能不能够努力吗 但我会有什么事情 我会想到这个参上 看过了吗 那是 我会想到Sido的地方去 我会想到你 我曾经是一位伙伴的 知道了 那是早就好 Sido的那些人 有什麼企圖 那些人呢? 喂 你還好嗎? 是的 我會罵你 對不起 我請你 好, 去吧 我終於看到了, 士道的一尾 他们的隐蔽也能够给他们的隐蔽 回到了西德的藏身处 相変的地方 死了就靠靠 生存的地方就正好 你怎么回事 你怎样的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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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 我还不明白 我只是想要一种 我只能一种 我就是 是火的召喚充 イフリート 我以後會生存在那裡 我以後會把所有的真實都解釋 那就好 我以後會把自己的救命 我以後會遇到某些過去 以前 你說過了 我希望能够活到的地方 是的 那一定是 人物能够活到的地方 我一直以为 我一直以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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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一直以为了 我一直以为了 从日这是 stupid 这个融化 也 就不是 那我就以为了 ここ是 那是你 我和她的決意 是的 我決定了 不需要養肩的余裕 我知道 好 你也能成為一位 你也能成為一位 哇 我也說了什麼 Zunblac王國 Visic王 投降了河和折蕩 Mothers Crystal 破壞 今夜東部の田園地帯までもが沈んでしまったのだぞ ここ数年の黒の一帯の広がりは蒸気を意しておる このままではそう遠くないうちにこのコートにまで達するやもしれん いつまで不毛な論議を重ねるつもりだ ゲイか 手つかずの豊かな土地があるではないかこのすぐそばに それはもしやクリスタル自治領のことで お言葉ではございますが彼女は各国間において不可侵条約が結ばれており 条約など平時にしか意味を持ったのか そうおっしゃいましても条約ここで危険を犯して死地で打てる必要がある 黒の一帯に土地を奪われた民がこのコートに押し寄せている 田園地帯が黒に飲まれた以上遠からず食料も給するだろう それにケイラの進めた先の戦 ウォールードから領土を取り戻すどころか 手ひどくやられ数多の将兵を失った この国難苦しむ民を前にして揃いも揃って優雅に茶会とは ご賢人が聞いて呆れる 我々はそのような軽い気持ちではこれは大事な議論で 民あっての国国あっての我々我々は奉仕せめば 死の大地が国領を蝕むのなら 民のためにそんなもの捨ててしまえばよい しかしゲイカ ゲイカどうかお考え直しよう 今こそ塩である クリスタル自治領を新たな国領に グエリゴールの神託だ 神託 しかしそれは 神のご意思ならば だが何から手をつけたらよいというのだ 資金の調達はどうする となれば軍の支度も急がねばなるまい それより諸国への対応を決めねば 言うようはないぞ ことの支度を急げ ディオンはどうしている オーサ海峡の砦に駐屯中にございます しかしながらゲイカの命とあらば すぐにでも戻られるかと ええかまわん 戦の傷を癒せと伝えておけ またすぐにバハムートの力が必要になる オーセの通りに 待ってくれ ということは マザークリスタルが黒の一体の原因だとでも 正気か こんな悪趣味な冗談誰が言うよ 黒の一体は死の大地だ 大地のエーテルが枯渇し 草木も生えない 魔法なんて使いようはずもない それも全て マザークリスタルが周辺のエーテルを吸い尽くしたからなさ 長い間調べてきたんだ 根拠もなしに言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ぜ そうだな クリスタル ダラボが使ってるこいつは そう エーテルを吸って魔法に変えるが 一体どこで取れる 各国のマザークリスタルを削り出してんだろ つまりマザークリスタル自体も本質は変わらないってことだ マザークリスタルはただ巨大なクリスタルに過ぎない 理屈はそうだが 人が魔法を使うときとは違い エーテルを吸い続けている どこに流れてるかは俺もさすがにわからんがね マザークリスタルは神聖な存在 俺たちはそう教えられてきた だからこそ 人はエーテルの教授をクリスタルの加護として崇め その加護を巡り 争い続けてきたのだと 真実を知られると 都合が悪かったんだろうな 都合が悪いって誰が さてね 神様かな マザークリスタルのことは分かった だが ウェアラーは 彼らやドミナントを救うんじゃなかったのか もちろん続ける これまで通り対処していくさ しかしマザークリスタルを放っておけば この世界は黒の一帯に沈む みんな死んじまう それじゃ遅いんだ 生き残らなければ話にもならん クライブ お前の言う 人が人として生きられる場所 そいつを作るためにはな だから 全てのマザークリスタルを破壊する 俺たちの手で どうだ 乗るか もう一度くらいはあんたを信じてみよう 近いの証ってとこだな 頼りにしてるぜ 二人とも まずはクリスタルの破壊 お仕事だな しっかり支度をしなければ 母水晶吸收了過多的乙太 让这片大地很多地方 被黑死地带所入侵 所以現在西德的一帮人 計画将母水晶摧毀 準備一下 先到铁匠那 打造一把新的武器 之前在主线任務里面 获得了两个材料 其中一个 是風啸 是風之险化者调的 然后这次任務 使用火之碎块和風啸 打造火蛇 攻击力从165上升到了180 またな 走了 今度はどこへ行くんだい コートオリフレムだ お前さんも忙しいね ちょうど新しい品を仕入れたところだ 見てきな 主要呢 实际上是補给一些药物 把药买一下 接下来要前往奥列弗烈母 我们可以去找奥托 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報 我只是在那裡 我只要贏了 但是, 早上再軍備了 人和物資都在乱乱了, 皇帝都在混亂 又有战嗎 Gueri-Gorlの告知者 战愛的神仲を崇尊 始末に負責 而是, 未來的後期 只要是動物 如果不要摔你去上了 所以妳是否有時間見過 的迷惑海呢 最早就能見到 有問題 就像… 這是Ⅰ 是 rounded 앞 角落 無論是一個可決的 事實上 就會有所謹失 所以 它們們拿走 這是? 這是嗎 是一位美人的娼婦所以就知道她的娼婦 看看她的娼婦吧 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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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如果她的佛丁面也看不到,就很寂寞 必须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部会是这里的地方 请跟我的声音 你吗 你是新入了吗 我是Gothé 来自合户的电影门口 欢迎订阅明镜 在他这里就有点像玩网游一样 会给我们列出一些委托任务 可以在他这里直接接直接坐 他会告诉我们在附近哪些地方有一些委托任务 这里呢但是我视频里面呢就必演示了 而下一集和家部交谈以后 就可以开始新的故事了 好吧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下一集准备去破坏水晶 大家拜拜啦 拜拜